中共原铁刀部部长刘志军庭审结束 等待最后的宣判 由于庭审过程中 检察官当庭提出 刘志军坦白情节 建议从轻量刑 那么舆论猜测呢 刘志军有可能躲过死刑 顶多判个死缓 也有法律界人士指出 检方对于刘志军的起诉 存在巨大的法律漏洞 这说明中共当局是明显有意 为刘志军开拓 6月9号早上9点半 刘志军被控受贿滥用职权案 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 法庭上检方提出 刘志军坦白情节 滥用职权造成的损失和受贿赃款 基本已挽回 可从轻处罚 当天中午12点 审判长宣布休庭 但没有当庭宣判 检方的做法引起了 网民和法律界的普遍质疑 刘志军是否被判死刑 成为了舆论焦点 有人提出 刘志军案涉及面广 被和庭审只用了三个半小时 刘志军辩护人表示 因为停前 当局已经在刘志军所在的 秦城监狱开过会议 大陆律师刘晓源也在微博质问 本案卷宗多达477本 在三个半小时内 能制证完这些证据吗 证人出庭作证了吗 刘志军案是一起特大经济犯罪案 如此走过场的庭审 法律和司法尊严何在 对于刘志军所谓坦白情结 有报道指出 刘志军的辩护律师钱烈阳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刘志军并没有立功表现 也没有任何的检举揭发 按照中共的刑法 贪污10万元可以处于死刑 刘志军涉嫌受贿的金额超过8亿元人民币 收缴的房产有374套 此外还涉嫌帮助女商人丁书苗 非法获利30多亿元 但是检方却以赃款基本挽回 作为减轻量刑的理由 舆论认为 这次对刘志军的短暂审判 其实只是走过场 而美国之音指出 在许多公众的眼中 当局对刘志军庭审 与其说是审判腐败 不如说是腐败的审判 如果数额都能够认定 按照他这个情节 以及他对这个社会危害性 以及造成的这种 不良影响和损失来讲 按照现行的法律 判死刑 情况问题不大 但是从最初官方指定的辩护人 没有说的话 对检控方说了 检控方强调他的贡献 强调他的院内 对中国铁路发展的作用 包括他坦白等等 这些情节来看 我想官方想留他相当人头 不判出死刑力 判出缓期 死刑缓期两年之行 可能性比较大 但也有人认为 刘志军不能不死 因为中共无论哪一方 都不能允许他继续活下去 香港东方日报指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如果犯过刘志军 反腐就权限崩溃 就再没有公信力 法律界人士则认为 身为江泽民派系重臣的 刘志军 并不是最大的老虎 为了保护他背后更大的势力 刘志军也必须得死 此外去年有关部门曾通报 刘志军在豪华酒店 及高消费娱乐场所 与丁淑苗出资安排的 多名女性嫖宿 刘还利用职权 与20名女演员 发声或保持不正当关系 但是钱烈阳说 中共刑法未将性贿赂 认定为犯罪 检方也没有对刘志军 提出这方面的指控 刘志军 发声 启 启